今日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今日起施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它条文最多对应着细致入微的民生关切 这是社会生活的百科悬殊 构建起全方位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 法在身边与您一起走进民法典 大家好 这里是全新上线的全媒体互动法治节目 法在身边 这里有专业的法律援助团队 实时帮您排油解惑 法在身边您身边的贴心法律助手 今天是2021年1月1号 也是我们社会与法治频道全新亮相的日子 在此想长久以来 关注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致以新年的祝福 祝大家新年新日新气象 而今天被称为社会百科全书的民法典 也正式施行了 我们也将围绕民法典的亮点 具体的为您答疑解惑 首先我们通过齐阿姨的遭遇 来了解一下关于居住权的行规 如今很多的子女工作太忙了 父母年纪也大了 有的甚至还成了空巢老人 那么照顾老人也就成了问题 有些丧偶的单身老人就想再找个老伴 这不70岁的史大爷就找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老伴 这个别人年龄差距大 可是这两个人的感情好着呢 史大爷是离休干部 老伴去世的早 子女们又不在身边 于是史大爷就想着再找一个老伴一起安部晚年 在朋友的介绍下 史大爷认识了比自己小20多岁的齐阿姨 我回家几点 晚了他不吃饭他在等我 他说我 我要向你靠容 我年龄大 我要随着你 齐阿姨此前一直没有结婚 但是史大爷有三个女儿 当史大爷的二女儿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就提出了一个要求 说父亲再婚可以 但是必须把房产过户给她 史大爷和齐阿姨商量 把自己和前妻买的这套房子 过户给二女儿 齐阿姨说 虽然当时自己很不情愿 甚至很气恼 但是还是在公正书上签了字 放弃了自己将来作为配偶的继承权 考虑到自己和齐阿姨的居住问题 史大爷夫妇又和二女儿签订了一份协议 约定自己拥有长期居住权 自己百年之后 齐阿姨不再结交异性朋友 不得再婚 可在此房屋内居住 时间到了两个人一起生活的第五个年头 史大爷因病去世了 在把丈夫的身后事办完后 齐阿姨说 史大爷的三个女儿就来到家里搬东西 齐阿姨说 这次事情发生之后 过了一阵子 自己有一次出门回家 突然发现门锁被换了 当时齐阿姨的父母去世了 父母的房子留给了她的弟弟 弟弟的孩子结婚之后住在里面 娘家齐阿姨也是回不去了 她哭诉 自己就这样无家可归了 可是对于齐阿姨的这一说法 史大爷的女儿却说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她说 他们根本也没有赶走过齐阿姨 而是她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 相反的 回不了家的人是他们姐妹三个 他们多次到家中 都没有见到齐阿姨本人 史大爷的大女儿说 三妹妹一家回来 发现门锁已经被公换了 进不去家门 屋里有人却不开门 他们只能找来开锁公司开门 当打开门时才发现 住在家里的人 他们根本不认识 基本上没在那儿住 他就不在那儿住了 后来他就让他弟弟在那儿住了 他弟弟媳妇 他兄弟媳妇 他那两口子 还有谁在那儿住了 是我弟弟弟在往家 因为他的效果我一个人 我很害怕 齐阿姨解释 因为自己单身一个人 很孤单 所以才让弟弟一家住了进来 当时说的协议呢 是那个女儿住的 他不住这个房子 你就不能在这儿住 对吧 不可能我房子在那儿住 我不能住 对吧 结果就让他东西 让他失去 把他东西买了 齐阿姨觉得 房子是丈夫的 她作为妻子 有权利住 可是 史大爷的女儿们认为 房子已经过户 并且按照协议 房子只能给七阿姨住 现在七阿姨违约 他们要收回房子 并且就在双方 为此事争执的这段时间 史大爷的二女儿 把房子卖了 本来风平浪静的生活 因为老爷子的去世 而被打破了 其实呢 之前一家人相处的 还挺和谐的 就因为这套房子 有了意见 现在房产 已经过户给了子女 子女有礼 齐阿姨手拿居住权协议 允许她住到百年之后 齐阿姨呢 也有礼 那么大家对于这个事情 又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互动席位上的朋友们 有什么看法 这位叫做上山若水的朋友 他说了 这就是现实版的 苏大强和蔡根花啊 继母呢 就不该把这个房子 让弟弟来住 过分了 支持子女们 还有一位叫做陶芝夭夭 这位朋友他说了 老爷子的协议上 写得很明白 允许齐阿姨住到百年之后 从法律角度来说 齐阿姨占理 其实呢 在今天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当中 添加了关于居住权的内容 在过去的法规当中呀 是没有的 而居住权在婚姻关系当中 可能的应用场景 简单来说呢 有三个方面 一 结婚房产不加名 为你设立居住权 史大爷家的情况呢 就和这条有关 二 离婚之后 仍有稳定住处 比如这个离婚夫妻 虽然呢 房产不在自己名下 但是仍有居住的权利 三 通过离婚 分割所得的房子 不能卖 因为对方 还有居住权 可是像史大爷家的情况呀 他的子女呢 已经把房子给卖了 这又该怎么办呢 严律师您好 吴老师您好 我想先请问一下严律师啊 史大爷家的情况呢 还有些复杂 那这个房子子女们 有权处置吗 我认为 当事人的子女 不能随便处分这样的房屋 那么当事人有权 对自己的房屋 依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设置一个居住权 那么设置了居住权的房屋 其他的继承人 不能随意干涉 好 那吴老师 您的意见呢 我认为 居住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 当居住权设定以后 所有权人 不能干涉居住权人 使用权利的 好 谢谢二位 其实呢 两位的观点呀 大致相同 也就是说 史大爷在协议当中 明确表示 齐阿姨可以住到百年之后 也就是赋予了 齐阿姨居住的权利 那么即便是作为房屋的所有人 也不能单方面卖掉房子 事后我们也了解到 齐阿姨一纸诉状 将史大爷的二女儿 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做出判决 被告按照房屋转让价格的 百分之三十 也就是九万元 赔偿给了齐阿姨 最后的这个结果 不但尊重了史大爷的遗愿 同时呢 也生动地体现了 民法典新家的 关于居住权的内容 对婚姻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好了 咱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不到一百天 不顾一切 结了婚 婆媳之间闹意见 小两口又生嫌隙 小孩子地上睡着了 我就喊他的名字 我说姐姐 小孩子一下子 哇 小孩子一下子就哭了 妈呀妈 你一下子就给我抱着 抱着我 抱着我的腿 我说你带孩子就不带了 我说你还要什么钱呀 发在身边 与您一起走进民法典 2021年元月1号 科教频道正式更名为 社会与法治频道 新定位 新节目 新气象 全面发力 全新的版面 不变得是我们 一如既往的守候 今天呀 民法典呢 正式实施了 其中关于婚姻家庭编 有几个亮点呢 也是颇受大家关注 我们一起通过一对夫妻的遭遇 来了解一下 大学毕业后 23岁的王杰 从老家来到城市打工 没过多久 他就有了扎根在这座城市的想法 无依无靠的王杰 怎样才能留下来呢 这时 他认识了一位本地男青年 李军 李军是本地人 也有正式工作 于是 认识刚一个月 王杰就带着李军 回家见了父母 王杰的父母 却并不看好 两人的结合 认为 李军比王杰大了十岁 性格又比较沉默寡言 然而 不顾双方父母的反对 两人执意要在一起 之后不到一百天 两个人就闪婚了 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王杰嫁给了 比自己大十岁的李军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婚后没多久 生活就给了他一技重拳 老是在我面前 说的那些什么 很难听的话 但是我还 他们这边讲话 我还听不懂 婚后 两人经常因为一些琐事 闹别扭 每当这个时候 李军都以沉默来对待 这让王杰心里很憋气 久而久之 就对李军有了怨言 他慢慢发现 李军并不像刚认识的时候 对他包容 甚至平日里 连基本的嘘寒问暖都没有 就在这时 王杰怀孕了 他希望孩子的出生 能够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后来孩子出生后 王杰希望婆婆 能来照看孩子 但是婆婆不愿意 偶尔照看一两次 也很不尽心 家门口 那个家门的门是锁起来的 有个很小的东西 就躲着在地上 我一近视眼 我一看不清楚 我就吓得自行之 我就趴上了门 门那个地方 我就看 一看呀 小孩子在地上睡着了 我就喊他的名字 我说姐姐 小孩子一下子 哇 小孩子一下子哭了 妈呀妈 一下子就给我抱住 抱住我 抱住我的腿 由此 王杰和婆婆产生了新结 到了过年的时候 婆婆向他们要生活费 王杰不愿意了 我说你带孩子不带了 我说你还要什么钱呀 可是 让王杰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李军 却又背着他 把钱给了婆婆 大年三十那天 王杰执意要去婆婆家 把给出去的钱要回来 李军认为自己很没面子 两人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听到丈夫的狠话 再想想自己的处境 王杰有了离婚的想法 此时的王杰十分心酸 因为当初是他 执意要和李军在一起 不到一百天就结婚的 可没想到 婚姻才持续了两年 这王杰就有了离婚的想法 其实 冲动之下 闪婚又闪离的夫妻 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 也没少碰到 但是从今天开始 夫妻双方想要离婚的话 可就多了一个离婚冷静期了 比如以王杰和李军的事情为例 他们这个婚真的能够立马离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请进严永平律师 来为我们解读 严律师您好 张老师您好 按照明发点 那么相关规定 那么我们设置了一个离婚冷静期 也就是当事人双方 前往行政机关 以行政方式解决婚姻关系的话 我们有30天的离婚冷静期 有这个设置 所以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一个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诉讼离婚 那么这个离婚冷静期 它还适用吗 那么目前 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 和民事政策的相关的这个规定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并没有离婚冷静期的这个设置 那么也许将来可能会有 好 谢谢严律师的解答 关于婚姻家庭的问题 网友的关注度也比较高 同时民法典里面的这个婚姻篇 也是亮点之一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马上进入今天的 律师快问快答 我老公说他的工资条我不能看 触犯了他的隐私权 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当然不是了 工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对双方都没有隐私的 双方都有知情权 我离婚了 民家有一套房子 是婚前买的 我能单独处置它吗 当然可以啊 既然房子属于你婚前个人财产 那么无论在婚姻关于存续期间 还是在离婚之后 你都有权利单方面处置这个工作 要是我老公有外遇了 那离婚的时候 他能否就能今生出户呢 今生出户呢 跟外遇没有必然的关系 七千多元存银行没了 这钱都存到银行里 要回而非了 这都觉得害怕母 害怕丢了 怎么走到银行里丢了 孩子把钱送人 这钱还能否要回 这些东西是可以会把你 这卡里的箱划走的吗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这个 后续你不是把验证码划给他 你也不知道把验证码划给他 他会通过这个取钱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取了多少钱吗 每次 不知道 发在身边 与您一起走进民法典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民法典 临焚市洪铜县明江镇梁里村的徐大娘 两个儿子呢外出打工了 女儿也嫁人了 徐大娘和老伴 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在 照顾两个小孙子的日常起居上 这天 女儿呢正好回来看他们 娘俩就相跟着去银行存钱去了 结果去了银行 这徐大娘可是傻眼了 2020年6月30号 一个晴天霹雳落到徐大娘头上 卡上的余额把徐大娘吓坏了 存在银行里的钱 好端端的怎么会消失呢 如果钱是从卡上转走的 那银行一定会有记录 在银行给出的流水单上 我们可以看出 从今年的6月9号开始 这张卡上就通过 财富通充值服务的方式 陆陆续续支出了几十元 几百元不等的金额 一直到6月26号才停止 一共花费了七千多元 问了工作人员 他们说你家是不是有小孩 十岁的作业的小孩 我们说是 他说就是 你回去问问孩子 是不是玩游戏啥的 徐大娘有两个小孙子 二娃和乐乐 一个十岁 一个十一岁 平时就是徐大娘老两口负责照顾 那么这钱是不是两个孩子 花出去的呢 后来就不停地问 天天问天天问呗 最后怎么确定呢 最后他就确定说是 给对方好友了 在全家人的追问下 事情终于有了些眉目 花费银行卡上 七千多元的人 竟然是徐大娘的小孙子二娃 大家十分不解 只有十岁的孩子 干什么会花掉这么多钱呢 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把钱转出去的呢 我从快速上认识他的 然后玩了几天他就给我送装备 然后他就说 你给我钱我再给你送 二娃在短视频网站上 认识了一个一起玩游戏的网友 对方主动送了他一些游戏里的装备 二娃觉得过意不去 才动了给对方回报的念头 那么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给网友钱的呢 他让我给他拍呢 拍什么 拍这个 刚我录我爷爷的电话号 还有那个身份证 我要验证码 你也告诉他了 原来 二娃不是直接用银行卡 给网友转钱 而是直接把银行卡持有者的信息 包括充值室 系统提示的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 通过这样的方式 卡里的钱才陆陆续续被对方进行了游戏充值 这些东西是可以会把你这卡里的钱划走的吗 你知道吗 不是 你也不知道这个 后续你不是把验证码发给他 你也不知道把验证码发给他 他会通过这个取钱 不知道 那你知道他取了多少钱吗 每次 不知道 就是我哥家这孩子客户上有900多 那个对方那客户好友上那有6000多 通过游戏客服 徐大娘特知 花费的7000多元 用在二娃身上的竟然只有近十分之一 打过电话 打过去也是一个小孩接的 小孩 那你们 那这个钱你有没有和他说 要回来这个钱 那小孩说话也就 他因为是管都那边 跟他说话也不好交流 也听不懂 对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对 随后 我们的记者通过社交软件和电话 分别与二娃的网友进行了联系 但对方均无答复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在我们联系这名网友的过程中 二娃忍不住低声唾气 如果有信 好好说说 有个别的公司 只为了赢利 只为了赶钱的利益而组合了下一代的成长 徐大娘的钱能不能要的回来 这还沙掌的手机 偷偷的大额充值游戏币 包括打赏网络游戏主播 这类事情也是时有发生的 那么未成年人网络充值或是打赏这个行为有效吗 父母发现之后可以把钱追回来吗 这些问题在今天实施的民法典当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民法典当中第十九条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 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第二十条规定 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也就是说八周岁以上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 需要经家长的同意追认 充值行为才是有效的 所以孩子为游戏充值后 如果家长不追认的话 游戏公司就需要退还充值的款项 如果是八周岁以下的孩子为游戏充值的 需要由家长来实施 孩子自己充值是无效的 游戏公司也要退款 虽然民法典当中这样的条款 有助于家长朋友们维护利益挽回损失 但更重要的是 家长朋友们要帮助孩子 树立在金钱上的认知概念 和对孩子健康娱乐方式的培养 您自己的手机密码 支付密码 尽量别让孩子知道 一定要亡羊补牢吗 这防危杜见 它不香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